所以成功的定义就是要帮你的孩子 发挥天赋荣神义人 但发挥天赋荣神义人中间 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生命做底子 生命做磐石 所以他没有生命做磐石的话 他没有魂的毛封到脉内 这个就是希伯来书讲的 我们魂有一个毛定在这个至圣所里头 跟着神的 所以不管风吹草动雨打我们都不怕 因为我们是定在那里的 不会被改变 不会被撒旦攻击 我们永远抓得紧紧的 你抓得紧紧撒旦不会来攻击 你就是抓得不紧没有毛 撒旦就可以来找你麻烦了 所以这个最重要 那我们要帮他们建立生命 所以耶和华所释的福 使人不足不加上有力 因为有生命什么都可以控制得到 也可以享受得到 所以生命是非常重要 那没有生命的话 一个家庭碰到风吹雨打 就会倒塌 而且倒塌的很大 倒塌的很大 这个我想你们常常也知道 很多弟兄姐妹或者不认识主的朋友 家里的问题不知道有多少 夫妻整天在那边吵 父母跟子女打 OK 然后有忧郁症 焦虑症 自杀 为什么 没有生命会倒塌的很大 所以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里头都有个灵 那不是信主的人也有这个灵 所以保罗说这是选出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同坐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 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所以即使一个不信主的人 他也是要靠着他心里头的这个荣耀的image 神给他荣耀image来判断 他是不是凭着良心做事 所以良心就是一个 有神荣耀的灵就是良心 就是良心 所以我们凭着良心做事是说 里面的荣耀的灵告诉我们 什么应当做 什么不应当做 照着荣耀的灵来做 就是照着良心做事 那这是没有圣灵的基督徒的 那神为什么要造我们 对不对 所以凡此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所以很清楚 神为什么造我们 不是说哎呀要让你快乐 要让你平安 要给你 要让你享受 不是 那都是一个side effect 神最重要的就是 我造你是为了我的荣耀 我要让大家都知道 我的荣耀 我要在撒但面前 让你知道我的荣耀 所以凡称为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所以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可是因为人有罪 耶和尔说 人既属不血气 我的灵 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而他的日子 可以到一百二十年 所以因为犯罪 主耶和尔的灵 没有永远住在我们里面 但是在旧业里头 所以我们就缺乏了神的荣耀 造成了问题 跟撒但的战争里头 撒但在这时候是胜利的 但是感谢主 因为主耶稣的救恩 让我们让神的圣灵 神的灵又住进来 我们可以永远 跟神结合在一起 那这就是今天讲的最重要的结果 就是叫人活的是什么 是灵 肉体没有意义的 一百二十岁死掉 没有了 你这个人就永远没有了 所以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生命的定义是什么 生命的定义就是灵 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生命 所以这个我们的里面的灵 有圣灵在里头 能够跟神沟通 我们这个灵就活出来了 而且我们的这个灵 可以不停的成长 不停的mature 一天一天能够彰显更多神的荣耀 那像Elaine姐妹讲的 最大的荣耀就是 爱 因为神本身就是爱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经过圣灵充满 经过所有这个神的话语 耶稣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活在神的计划里头 去爱世界上所有的神 那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人 如果我们灵没有圣灵在里头 我们就没有生命 因为那是一个死的灵 是一个标准 是荣耀的标准 但是不能不停的成长 不能够不停的跟神更亲近 让神的能力进到我们里面 对付世界上所有的困难 撒旦的攻击 尤其是我们将来也会讲 这个最重要就是 撒旦要攻击我们 撒旦一定要打败我们 撒旦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人 离开神的荣耀 过一个惨淡黑暗的生活 这就是撒旦的目的 没有别的目的 所以我们要经过我们的生命 经过圣灵 让我们不停的成长 让我们能够向撒旦夸胜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基督 在施加上就已经得胜了呢 为什么 因为圣灵就进来了 我们就有了生命了 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撒旦就不敢动我们了 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只要抗密给圣灵 撒旦就离开我们去 我们就可以向撒旦夸胜 而且我们就可以从撒旦的国度里头 把受撒旦捆绑的人救出来 只有你跟我 有生命的人有这个权柄